再问你一遍 如果此时此刻 在生意和小陈非要做出选择 也实际情况就是 如果你接受了小陈 你势必要跟古大风之间有所合合 也许你的生意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你是否还愿意执着地选择小陈 小陈 如果你愿意回来 我愿意 我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放下来 我不会跟古大风再合作 我只会跟他做朋友 因为他对我曾经帮助过 我不能做一个忘恩思义的人 我希望你回来跟我一起 来 古大风又上来了 来你听一下 他刚才说的这番话 你想说什么 听着 其实我的话 其实跟你一样 都是发自一类型的 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没来 但我还是站在这里 这样啊 古大风 你也照顾了他四五年之久 也执着地表达了四五年之久 虽然他并没有接受 对吧 但是作为男人公平竞争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背后用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方式去排挤他 恰恰使得你的 对他的在他心目当中的形象逐渐的降低 到这个时候你真的应该体现出一个男人的胸态就是向小陈道歉 我这样想啊 其实这十万块钱 也不算是什么 但是我感觉如果他不接我这十万块 我的决定 也会改变 既然他今天都不敢来现场 我相信他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 他不管来不来 我相信他都没有拿 拿你的十万块钱 因为他现在确实是拿了 他有没有接受我们还不知道 不能听你一个人说了算 好吧 对啊 找他找他过来 行啊 所以你先下去吧 没事 你可以等着雨万亭 没关系 你可以一直等他 他是拿了 但是我 我想知道他会不会站在这上面来 我想他不会 既然拿都拿了 我相信他不会拿你的 我希望 他拿了不会过来 也希望他真拿了 你让他自己说 那你这样吗 你这样来 站着 把第二十万块钱打开 小陈 你来了 为什么不出来 他拿了钱 你听到我说个话了吗 你说话呀 你好 清楚了 是小陈吗 主持人你好 请做一下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我叫陈一军 我来自广东广州 我是停解的司机 接下来我提问 你回答 好的 第一 为什么躲在第二现场 不出现的现场 拿了钱 回答我 拿了钱 来这是我的场子 这不是你的企业 来 回答我 我不想出来 为什么不想出来 不能再回避了 小陈 虽然我理解你这个年纪 可能会有一些懵懂无知 但是今天请你说出 你练习所有的话 我今天是来把那个十万块钱还给他的 小陈你真的拿了古大分十万块钱吗 小陈你出来好吗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听我问 你拿了十万块钱是吧 是的 你为什么要拿呢 又为什么今天要来还呢 那天 亭姐跟古老板出去谈生意 因为喝了酒 等我开去接亭姐的时候 亭姐已经喝醉了 然后 古老板就跟他坐在后排 我坐在了 前排 但是 我通过反光镜看到 说 看到什么 算了 这个过去了就不说了 绝望说小哥 我看到 古大哥 搂着停检 亲了他 而停检没有拒绝 怎么可能 古大分 倒是他帮帮那说 我再问你一遍 小陈 他帮帮那说 小驴万亭是不是已经喝的 断了片了 没反应了 是的 当时 那他怎么拒绝 他已经不省人事 请问他怎么拒绝 是不是对 这是你拿十万块钱的原因是吗 不是的 当时 亭姐喝醉了 古大哥就 找我 他下次跟我谈话 他说 亭姐答应要跟他结婚了 而且以后就不用我来做他的事件 以后车会给他开 而这个十万块钱是停检的一番心意 叫我以后不要在这里做了 余万亭对于古大风一直以来的拒绝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小陈 所以你拿了十万块钱 那为什么今天又要来还呢 他当时是直接打卡 就是 转给我的 我不知道 好吧 你是否愿意来到第一现场 小陈 出来吧 单方面的 就单方面 你得看 你得看到了 他怎么说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出来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 我是真的很喜欢你 我也不想再提以前的事情 至于古大风我更不想说他 小子 你站出来 你既然站出来的话呢 把事情说清楚了 你当方面的事情不要再说 如果他真是喜欢你的 他真喜欢你的 我求你 你让他自己说他为什么要拿了十万 来来来 他可以不接受 先别说他小子的事 我们先理你事 我问你 自然让他让他出来 你上车的时候 他趁你昏迷的时候 对你做了不礼貌的事 你姓小陈还是姓他 我姓小陈 你姓小陈 请问你做了没有 是男人就说实话 你做了没有 这话我肯定没有 真的没有 十万块我是给他 我问你 你亲了 菊文萍没有 在他没有允许的情况 你亲了没有 是男人敢做就敢做 你下去吧 我真的不想再提以前的事 我告诉你 一个男人你做了 你不敢承认吗 不是不敢承认 我问你你做了没有 我不是不敢承认 你做了没有 你做了没有 因为亲他跟陆思良 不是有没有 有没有 没有 好吧 没有 那我 你要 你要应不承认说 就没有 那我就没 无卦可说了 因为 既然他能来 我不管他那个钱 要不要 要不要我给 反正拿了是拿了 他能站上来 他真的喜欢他 这样的说出 他有道理 我心服 你让他说 如果你做了这样的事 你在这儿向他道歉 我觉得还是可以远的 否则的话 你以后跟余万婷之间的关系 一定是一落千丈 有吗 这个观念 我不需要在这边去表 如果他能 真真真真真能站出来 他是真的对你是有心的 如果他真能表达他清楚的话 我也不会站在这里 是吧 我今天来的这一块 我就想问到 我们为谷大峰谷歌长 另外 我再问你一下 亲了没亲 亲了没有 到底亲了没有 是男人就说 亲了没有 把我拽在边上 不不不 小人是不是来 我不知道 他敢不敢出来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不想因为 这个状况 会影响到万婷的感受 你想说什么 你到底亲了没亲 亲了就赔个礼道个歉 在这看 是吧 如果他退去 你还可以继续追求 如果他今天来了 你又放手 我肯定不会放手 因为我还没说完 我还没说完 既然小成说来 我就不管这是 因为如果他不来 我就站在这里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坚持会看小成上不上来 古大哥 平日里 我知道你对我很好 你把我当妹妹一样的看待 在事业上 你帮了我这么久 我真的很感激你 但是我今天 为了小成 站在这里 我也鼓起了很大勇气 我希望 你能祝福我们俩 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说了 好吗 你下去吧 我真的把你当 哥哥一样的判断 可以 我今天 在这里做出一个选择 以后跟古大森 赞绝来往 能做到吗 能做到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决心的话 你做不做都不重要 关键是你要有这样的决心 来吧 站到开启告白 那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树 看看小成会不会勇敢的来到现场 五四三二一 按键 我直到你会来的 我们把事情说清楚吗 我负自己 终于等到你 主持人好 你可以啊 我就相信他不是这样的人 但你发现古大森亲他的时候 为什么你不跳出来 给他一拳 怎么说呢 我 不管古大森说了什么 我以后跟他断绝来往 以后我不再是你的老板 我要做你的女朋友 不会 来 站这儿吧 接下来是余万婷和小成的告白时间 你已经拒绝给我一次了 我们把钱还给他 以后 我们俩一起共同努力 好不好 答应我好吗 听姐 我觉得我配不上你 我什么都不懂 我只是一个司机 我只能负责 借你上下班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只要我们两个是真心的 那好好过日子就行了 你不要再去顾忆了好吗 答应我好吗 以前的没关系 但是즈军 我们想着已经打叮住了 你的野菜 Imagine 我到wen 我的野菜 Community 我让 日落的幸福 遇到 Advent 不 specialists flexible 一个人的路途 也不会过渡 好 我爱你的幸福 能有什么